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啤酒配人参 我这么年轻 这不可能 问题一 什么是健康的重中之重 问题二 健康路上要谁陪伴 问题三 健康该怎么规划 那就有请专业人士来为我们看看问题出在哪 问题一 什么是健康的重中之重 提到健康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如果我要问 您觉得对于健康来说 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您就发现答案就不大一样了 那有的说是营养最重要 有的说是知识最重要 有的说是心态最重要 其实啊 您要问我的观点 我说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 一定是健康的观念最重要 大家想对不对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健康的观念 你再怎么给他讲健康的知识 那也是无防风吧 他没有健康的观念 你就是天天给他补充营养素 他也是拿着那个当药吃 问题二 健康路上要谁陪伴 大家看这张图 如果这条路的起点是健康 终点是疾病 再往后是死亡 那我问大家 咱们现在身处何方呢 咱们都在起点这儿了吗 不一定吧 但咱们起码现在还能坐在这儿 学习学习 没在医院待着 那就说明啊 咱们基本也没在终点那儿 对吧 没错 我告诉大家 咱们生活当中的大多数人呢 都是在路上的 这就跟在高速上开车一样 从哪来呢 是从这个健康的起点来 奔哪去呢 就是奔着这个疾病的终点去 那现在大家都在哪呢 都是在路上 那好了 我问问大家 既然人到老 终归要有一病 那这条路上 咱是不是应该开慢一点呢 那打针吃药做手术 是在这个疾病的终点那儿 使用的手段 路上是不需要的 因为路上还没病呢 干嘛打针吃药做手术呢 对吧 那营养素是在哪起作用呢 大家就很容易想明白了 就是从出生 到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只要这个人是个活的人 那么他就需要补充营养素 所以说呀 从起点到终点 以及整条路上 都是营养素的主战场 从孩子的生长发育 到大人的各种功能的失衡 再到老人的营养支持与辅助 那么营养素都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重要基础 它不是药 它只是做成了那种形状的 包在片剂或者胶囊里的营养素 它的作用呢 就是让咱们大家都把车开慢一点 帮您在路上踩一踩这个刹车 营养素啊 代替不了药 药呢 也代替不了营养素 因为啊 营养素是人的基础 而药物呢 是在特殊时期 使用的一个特殊的手段 两者不仅不矛盾 而且是各司其职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 那您要不要把车开慢点啊 当然要 那好 千万记住 健康的路上慢点开 这就是健康的观念 只可惜啊 我们生活当中呢 往往哪些人是最有健康观念的呢 往往是那些失去过健康的人 一检查 发现脂肪肝了 胆固醇也高了 这才后悔 哎呀 可不能这么在大口的吃肉 大碗的喝酒了 一拍片子 发现骨质增生了 或者摔了一跤 就骨折了 这才后悔 哎呀 早知道 我多补骨盖了 那可后悔管用吗 所以啊 我们说 人追求健康 人追求长寿 您可一定要记住 我们追求的长寿 不是单纯的寿命的长 而是要健康的长寿 不健康的长寿 那不就是长寿罪了吗 问题三 健康该怎么规划 我呢 也教给大家一个 培养健康观念的小方法 特别简单 就是两个字 卧床 但我说的这个卧床啊 可有个要求 就是 如果没有人帮您 不许翻身 大家如果有兴趣 您可以自己回去试一下 你在床上躺几个小时 没人帮你 不许翻身 不用几个小时 一个小时下来 你就会发现 那是多么的煎熬和痛苦 此时呢 大家就能理解 最终疾病卧床的人 有多么的痛苦了 再需要别人去照顾大小便 再照顾饮食 饮水 你就理解什么叫做痛不欲生 那不仅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而且这还会给家人带来极大的拖累 所以啊 我倡导大家 咱们思考健康问题的时候 请不要把健康只认为是个人问题 而应该把健康当成是我们对家人的一份责任 请允许我呢 多啰嗦一句 就是当您体验卧床的时候啊 您脑子里一定想一想 谁是那个三更半夜 咱们可以毫不顾忌 不怕麻烦 直接把他叫醒 帮你翻身的人 我呀 嘱咐您 您从今天起 可一定一定要好好爱他 大家同意吗 您有了这个观念 您就会发现 不仅健康了 甚至家庭都和谐了 对吧 再有一点呢 就是我希望大家对健康呢 要有一个长期的观念 因为健康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治病才是短期的事情 那治好了 我就不用再用药了 但是治好了以后 那你说我还要不要保持健康呢 假如说 我因为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严重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 我最终不得不去做了一个关节的治患 手术也很成功 那么我想问您 那我还需要补钙吗 当然需要 因为您还要预防其他的关节出现骨质增生啊 您还有颈椎啊 还有腰椎啊 而且呢 我在后续的课里 也会跟大家详细讲 骨质增生啊 那是因为您肯定有过严重的骨质的流失 也需要通过每日足量的补钙去纠正的呀 最后呢 我再说一点 有人说啊 健康的知识最重要 我告诉大家 没有健康的观念 一则他也不会愿意去了解健康的知识 再则呢 有了知识也不一定管用 只有当我们有了健康观念 才能够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逐渐培养自己的健康体质 比方说 如果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遗传史 那您从现在就要开始注意 多补充鱼油和抗氧化剂 避免咱像父辈那样 早早的就发生动脉中央营化 早早的就发生冠心病 不能说将来不发生疾病 还会有很多人也发生疾病 但是我想 如果咱们能晚个十年发病 晚个五年发病 这不也是健康观念 带给我们的巨大财富吗 我记得在好多年以前 有位先生来向我咨询营养补充的问题 我一看他差不多也就三十几岁 状态非常好 面色红润的 一口很闪亮很洁白的牙齿 要我说真的都可以拍牙膏广告 闪着光 而且头发也非常有光泽 我当时就非常惊讶 我就问他 我说先生您很健康 怎么您还想要补充营养素呢 您看 这也是暴露了我当时还没有长期的健康观念 当时这个先生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让我到今天依然铭记在心 确实是改变了我的健康观念 他说 对呀 就是因为我如此健康 所以我才要倍加呵护 哎呀 这句话深深的震撼了我 所以呢 我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 千万不能等到失去了健康 才有健康的观念 那今天在这里 我也分享给大家 我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因一个良好的健康观念 而过上健康的生活 健康呢 绝对算得上是最美好的祝福 大家同意吗 所以呢 我也要祝愿每一位 参与健康学习的朋友 全家健康 谢谢大家 悄悄小黑板 画重点 对于健康观念很重要 健康路上慢点开 营养素帮您踩踩刹车 健康更是对家人的责任 需要我们长期倍加呵护 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都get到了吗 课后还有字册题 送来秀出您的超强知识吸收力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